iPhone 12完了 今年继续留海评 继续Face ID 电池容量小 重量重 甚至今年连充电器都不送了 最近很多人拿到了iPhone 12的模型机 根据模型 大家也能大致推测出iPhone 12的样子 不能说和iPhone 11毫无区别 但至少也是一毛一样 先说留海评 三年了 已经三年了 iPhone居然还是用留海评 其他手机已经纷纷进入了全面评成熟的试探 还iPhone还是这样 你这是要当韩国欧巴吗 想用留海把自己16比9的大饼脸 变成20比10的锥子脸 其实在苹果决定使用Face ID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了苹果无法向全面评发展 Face ID在屏幕正前方所需要的设备实在太多了 摄像头 紧身摄像头 红外线 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甚至连打孔都可能需要打四五六个 我就想不通了 指纹识别难道它不香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做Face ID 就算你当初不能做屏下指纹识别 你也可以放在背后放在侧面嘛 就和别人一样 干嘛一定要那么苹果呢 偏要断绝用户使用这种价格便宜 高效可靠的技术手段 推硬推 Face ID 多花几百美金 你这个赚钱手段太狠了 苹果这几年靠强买强卖的方法 推了很多所谓的创新 比如Botfly键盘 Touch Bar 移除耳机孔 强推Lightning 这些都是非常失败的创新 最明显的就是那个Botfly键盘 明显设计上有缺陷 太容易进灰了 一进灰键盘就失灵 维修起来还特别的贵 特别的慢 苹果硬是死扛了三年 直到最近才又改回原来的剪刀式键盘 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苹果要搞得那么复杂 刘海瓶和FaceID其实是一样的思路 指纹识别其实已经非常安全了 就好比我家有一个门 这个门本身它就是密码 我不放心 我再加一个防盗门 防盗铁门 这个就是指纹识别 苹果它突然就告诉你 防盗铁门也不安全 最安全的是我帮你挖个地道 而且我还要把你前门堵死 让你家非常安全 然后我在这个地道里边 放各种红腕线 各种陷阱 各种扫描仪 让你的家里变得非常安全 这个安全指数比指纹好多了 比防盗门好多了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 我要在你家地板上面开个洞 让你进出 而且这个洞很容易的 我帮你弄个刘海 把这个洞掩藏起来 就很漂亮了 再说没有高刷 这个其实也就说明了 苹果的屏幕 其实是落后于三星的 因为苹果花了太多精力 在其他的方面 比如芯片啦 比如Face ID啦 它已经不可能 在各个方面都领先了 而三星是专门做 屏幕这一块 所以三星的屏幕也是领先 这个行业的 按理说 苹果只要使用三星的屏幕 用在自己手机上就可以了 但是苹果投帖啊 它不愿意follow你三星 它要自己搞 搞一些特别的microLED 搞到现在也不知道 所以为然 不好还花了很多钱 最后即便搞出来 用户要用这个技术 还得花大价钱买单 电池容量啊 机身重量 这些都是老问题了 我也就不多说了 但是今年特别过分的是 苹果把充电器都移走了 美其名曰 环保 节约电子垃圾 你说这肯定是垃圾啊 谁现在还配送一个 5瓦的充电器 现在都是快速充电的时代 苹果连续 配了好几年5瓦的充电器 谁用啊 没人用这个5瓦的充电器 没人用 你还要不断的造 还配送了好几年 那你不就是在制造垃圾吗 你现在说 你要环保了 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你如果配一个高瓦数的充电器 谁会不用 肯定有人用啊 说到底 这些东西呢 都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价格 性价比才是用户最看重的 你狂推一些没有用的 有的没的 强买强卖 还弄了一个很高的价格 这就很过分了 但就算这样 苹果一年前也是首个超过了一万亿市值的公司 全球超过一万亿 而短短一年后 现在苹果的市价基本上是要超过两万亿了 这个就很可怕了 这说明这个世界现在的形势很远俊 资本狂欢 新冠疫情那么严重 全球慢慢的就是隔离起来了 资金没有地方去 只能去到苹果这样的大公司 保险一点 因为苹果现在怎么看 都是一个庞大的铁达尼克 很大 很稳 看上去很豪华 但是我觉得它迟早是要撞上一个冰山 最终走向沉默的 这一段时间就要撞上一个冰山